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告诉了小林一串数字 随后天书中的书林便引诱小林和自己做了交易 第二天小林就和自己的两个室友来到彩票站 没想到天书给的那串数字真的让小林中了大奖 这对小林这个倒霉蛋来说可是百年难遇的好事 可是这笔钱很快就被小林和他的两个穷光蛋的室友阿发和老辉给挥霍完了 不甘心重新变成穷光蛋的小林只能再次求助天书 不料天书表示若要继续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为了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小林根本问都不问就答应了天书的请求 然而天书中的书林并非善类 他开始挑拨小林和两个室友的关系 因为小林与天书做的交易 只有小林才能看到天书上的字 因此小林在传达书上的字后 误让两个室友认为小林想要独吞大奖的钱 导致最后小林和两个室友最后不欢而散 分道扬镳 离开后阿发和老辉为了发财开始盗墓 而小林则继续靠着天书赚得盆满钵满 很快就过上了坐拥豪宅和美女的生活 简直是人生赢家 另一边 阿发与老辉赚了死人财之后 没过多久 牧师的主人就化身鬼魂缠上了两人 为了摆脱恶鬼的纠缠 阿发和老辉只能买了些贡品 在一堆人的陪伴下来到牧师主人的牌位前磕头认罪 可是牧师的主人并不打算轻易地放过阿发和老辉 仍然不断地纠缠着两人 导致两个人开始神经衰弱 为了保平安在房间中贴满了灵符 即使睡觉时也抱着观光像 眼看着认错不行 阿发和老辉只能另寻出路 第二天两个人找了几个江湖道士 准备让他们帮忙驱鬼 可是这个道士嘴上说得好听 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本事 只会些坑蒙拐骗的把术 因此最后不但没驱成鬼 还反倒被鬼魂给附身了 牧师的主人借着道士的身体 告诉阿发和老辉 要么两个人将偷走的东西全部归还 要么就只能用两个人的性命来偿还 可是那些到来的东西 早已经被两个人挥霍的金光 又怎么能归还呢 画面一转 小林依循书林的指示彻底摆脱了贫穷 却不想正挥霍无度的时候 书林突然要求小林按照约定付出代价 而且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死 只有小林死亡 小林才可以成为无字天书的下一任书林 也只有这样现任书林才能摆脱 因此小林得到的财富越多 自己的阳寿也就越来越短 本来小林还可以活上几十年 可是小林太过贪婪 一次次的要求书林帮助自己 导致小林的阳寿已尽 小林没想到最后的代价是要自己死亡 可是自己才刚刚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还没有享受几天 小林可不愿意去死 在小林百般的祈求下 书林也终于松了口 书林称 只要小林在一天之内花光所有的钱 他就会放过小林 小林听后觉得这是小事一桩 当天就用拿着一个装满钱的包 扔在了大街上 想要让人捡走 不料书包被一个小哥捡走后 小哥实惊不昧的将书包还给了小林 随后小林来到一家商场 开始从楼上撒钱 结果商场中的行人 没有一个人相信会有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都以为是剧组在拍戏用的假钱 纷纷离开了 这下小林也无计可施了 因为这件事小林和两个室友 也算是同饼相连 于是很快三个人就不计前嫌 重新聚在了一起 这次阿发和老灰找了一个真正的大师 前来做法 他们将盗墓弄来的钱 全部烧给了牧师主人 小林也将所有的钱烧了 在大师做法的过程中 老灰突然进入到了幻境当中 在幻境中 无数个鬼魂将老灰团团围住 老灰被吓得劈滚尿流 好在没一会儿 老灰就脱离了幻境 最后随着三人的钱 被烧给牧师主人 鬼魂也彻底消失 不再缠着阿发和老灰 而舒灵仿佛也放过了小林 紧接着劫后余生的几人 在一起吃饭喝酒 经过这件事 他们深刻地知道 不劳而获的钱 不可以随意来拿 现在没钱的生活 也可以自由自在 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然而就在几个人吃饭的时候 突然电视上公布了彩票 中了最大奖的号码 没想到这次中奖又是小林 原来这是小林 最后一次买的彩票 本来劫后余生 却没想到一个彩票 让所有的功亏一篑 而随着小林再次中奖 小林的寿命也到了尽头 最后小林倒在了地上死了 并且她代替舒灵 成为了新的舒灵 开始引诱其他贪得无厌的人上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